大家好 歡迎收看古海飛揚 那麼今天臺北股市 主要就是在向上去測試 測試什麼呢 今天漲盤最高來到 剛剛好來到一萬八千零二十六點 一萬八千點左右 那基本上原因就是這個位置 放大看的話 他就是一個三條均線 短中期的一個均線 的一個糾結的位置 那我把換個顏色給各位看 你會發現這條白色的線 就是季線 也就是說你今天向上衝 第一次你跌破季線之後 要想要來再挑戰這個季線 重新收復回去 當然今天衝高過程中 他的壓力是比較多的 所以你可能不要去計較說 為什麼今天衝高上去 結果是向下壓回來的 那我覺得基本上也沒有關係 原因就是因為初步第一次來測試 而且這個位置同步 同步的也是這個月線十日均線 五日均線糾結 十日均線跟月均線的一個糾結的位置 所以三條均線糾結的位置 基本上他絕對是一個短時間內的壓力區 所以這個行情 我還是認為就像前兩天講的 這個短底已經成形了 就是持續向上規劃 只是說你第一天來測試 那接下來就會先整理 那指數除非能夠再多一個有效出量 收復回去 那行情就真的很強了 那前提是什麼 前提是電子股你要強勢一點 電子股你看 將對季線的位置 電子類股還有一大一大一大個距離 那這個行情靠的是運輸類股在帶 靠的運輸類股在帶的話 整個行情 當然你要期待說指數出現比較快速的 一個重新收復季線的那種走法 機率就會比較低 可是他並不代表說 這個行情市場是弱勢的 你不能這樣看 那目前來看的話 主要還是在台積電 可能糾結在這個位置 兩六百塊上下 那到底接下來 怎麼怎麼樣去表態 這是關鍵 如果接下來台積電 能夠真的有機會 補一根紅K上來的話 對後市絕對是有幫助 所以現在電子股的部分 其實也糾結在這個位置 所以目前來看市場 他沒有找到一個真正的一個 多頭的核心 那電子股IC設計 基本上市場的一些 有一些疑慮 但是我會建議各位 可能操作上 你還是跟著籌碼走 你只要跟著籌碼走 基本上不會差太大 方向不會差太多 那什麼叫跟著籌碼走 如果跟著籌碼走 又跟著基歐股走 你做基歐股 又跟著籌碼走 那基本上 你操作起來 你就會得心應手 那可是那個節奏 你要掌握好 可謂的節奏 就是我昨天就講 我說 我們就一個 我說如果你近期來說 你操作 你從一兩個月前 過年之前 你手上持股 就已經買在相對高檔區 然後回落下來 可能已經差了三成 四成 甚至更多的跌破 年限 季線 半年限 全部下彎的 如果你手上持股是屬於這類似偏 弱勢格局的標的 你當然不會有信心嘛 那你不會有信心的同時呢 我建議你要找回信心很簡單 趕快去賺錢就有信心 問題是說的簡單 怎麼賺了對不對 趕快去賺錢怎麼賺 那我就給各位一個方法 你就接下來呢 你一個禮拜 你就只針對當週 週轉折的標的 去集中資金 做一檔就好 接下來你學著 你試著去一個禮拜 你就一檔就好 你不要做太多 一個禮拜一檔 除非那個禮拜 真的沒有我們所設定的 我們所符合我們條件的 週轉折的標的 那我可以不做吧 對不對 我可以休息一個禮拜吧 可以 但是只要某一個禮拜的某一天 某一檔 我們所設定的週轉折標的 出來了 我們就出手 你就只做那一檔 那這樣做好處什麼 基本上我講了 好處什麼 很簡單 週轉折股一旦轉折確認 你絕對有機可圖 你覺得有利 絕對是有利可圖的 那重點是你要掌握 那個進場時機 你要掌握那個進場時機 那我們今天的兩檔 我們今天兩檔週轉折的標的 拉到漲停板 那兩檔標的就是接下來我跟各位報告的 我就講過 我說你來這邊操作 那我會分配 分配週轉的標的最新的給你操作 那你就資金集中起來 來針對一檔做就好了 不需要有壓力 等我通知到你再出手就好了 好 那今天這兩檔標的漲停 第一檔呢 我們先看 我們一檔一檔看 第一檔這個6205的全新 全新基本面臨部分 所以等一下我們再來去了解一下 我們先看一下他的一個籌碼的狀況 今天三月三號 禮拜四 我們的本週的週轉折股 6205的全新 現在已經漲停板了 那我們大家怎麼樣 一週一檔 這檔標的全新是我們分配 給我們鑽石的會員操作的 本週的週轉折 今天亮燈漲停 你就一週一檔 積少成多 一週一檔 你不要一次買很多檔 那是不會成功的 你要很快賺錢的 你就要能夠買到這種標的 你就要手上就是要這種標的 為什麼 因為這種標的在籌碼上面 他告訴你 我本週進入週轉折 可是他之前是 你絕對可以查得出來 絕對可以事前去發現 有機可乘的 你看全新 全新 其實今天漲停板了 但是我要各位看的是之前 這一天的關鍵 這一天是2月16號 這一天的長紅 其實那一天長紅 他的運作量出來了 四千零三十四張 那一天有四千零三十四張運作量 也就是說這檔標的 從2月16號這一天開始 進入一個運作的範圍 那你要操作的呢 你就等到回落找買點 對不對 講了很多次了 那所以回落找買點 你就可以推敲出 未來買完之後的 當時的要轉折的標的 就是所謂的當週的週轉折 對不對 那所以2月16號 2月16號拉上去運作量出來四千零三十四張之後 接下來的隔天開高衝上去又打回來 有沒有收黑開高震盪之後收黑回落下來了 這個叫做運作回落 然後呢 2月25號第一個機會來了 這一天又來一次運作量 運作量又進來了四百一十一張 那我就跟你說回落找買點嘛 3月1號機會又來了 當天運作量三百三十五張 所以運作運作的時候你先不用急 運作之後他會回落 回落找買點 回落找買點 今天拉漲停 今天拉漲停 那啟動漲停 那所以就是你可以發現 他好像一個N字型 一個N字型的形態 這是一種手法的問題 就是運作之後回落 回落找買點就上去了 本週週轉折6205的全新 你做一週一檔就好了 那你你你你一週一檔的話 從從八十幾塊 到今天漲停九十幾塊了 對不對 一週一檔 那今天一根藏紅之後呢 可以期待 對不對 可以期待明後天或到下禮拜 還有還有高清 還有高點 甚至甚至不排除 從這裡開始展開一個波段的格局 甚至不排除現在開始展開個波段的格局 那就從現在開始 問題是從現在開始 你要看往往往前看嘛 往回看之前發生了什麼事情嗎 那這個標的有沒有資格走一個波段上去呢 既然有運作量進來 那你應該去想 為什麼有運作量進來 那背後是不是有什麼利多 什麼樣的題材 還有什麼樣的一個利基 對不對 好 你回到基本面去看 我們先從他的一個營收的變化 營收的變化 營收變化 我們現在藍色這條線是代表去年二零二一年 你看其實他從二年 他在二 他進入二零二一年的 大概到第二季開始 這個藍色這條線開始向上拉高 開始開始穿越了 突破了二零二零 二零一九跟二零一八年的水準 然後呢 每一個雖然是淡季沒有關係 他還是相對於相對於過往 過往的一個數據 還是成長的 還是相對最高的 然後呢 到去年的一個第四季 數字開始拉高 所以就是說他去年從第二季開始 就已經回到可以說歷年的一個高水準了 那回到高水準 可是問題是重年在哪裡 你看今年進入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年黃色的在哪裡 一月份公佈了 在這邊 你看今年一公佈一月份的數據 營收在這個地方 去年前年大前年都在這裡 等於說今年我一月份 我開春之後一月份一公佈 我整個數據 營收的數據 直接跳到這個地方來 所以這家公司 你從他從營收的詳細數字來看的話 一月份一公佈 直接跳多少 跳兩億了 之前是一億五 九千六 一億四 過往你去看每一個數字 每一個月份 單月營收 從來沒有佔上兩億過 所以進入了 雖然從去年的第二第三季開始向上拉到第四季拉升到一億四 可是問題是一到今年的第一月份一開春第一個月就跳兩億了 所以代表說這家公司今年很有看頭 車用等等的放大他的一個營收營收的一個佔比強一個非常非常明顯的放大之後 整個營收這個跳上來 所以今年的全新你要特別特別去留意今年尤其是法輪圈對於全新來看他們估的一個數字在哪裡 那有些估的數字我們不去講 因為是預估的嘛 我們不去講不去影響到股價 但是我們從現有所看到你看到的數據 你去評估這樣的公司 今年是大有可為的喔 那既然如此的話 好 再回到操作面 再回到操作面 你合理去看喔 合理就解釋了嘛 為什麼在二月十六號這天拉根長紅 當天帶了四千零三十四張運作量 合不合理 合理嘛 為的是什麼 一定就是我剛才所解釋的嘛 今年不一樣嘛 對不對 今年一定很不一樣 今年既然很不一樣 那法輪所估的數字跟預估的目標價 那如果說有一段距離的話 那這個四千零三十四張 你就可以合情合理的解釋 他為什麼會進來運作了嘛 那既然如此這麼好的公司的話 那回落呢 你當然是找買點嘛 所以下一次又出現運作量的時候呢 在二月二十五號四百一十一張 以及三月一號連續兩天 四百三百三十五張 對不對 你要進你都可以買嘛 然後呢 就啟動上來了 對不對 所以你看喔 股票超過就是這樣嘛 你如果說 針對一檔標的 所以認真的這樣操作 集中資金操作的話 其實你看這一根上去 極有可能是從今天開始起漲 極有可能是一個新一階段 一個波段的從今天開始起漲 那假設你投入一百萬下去 你最少三十萬獲利起跳了 我們轉客氣一點的話 你最起碼該給我三十percent起跳吧 今天一根就漲停了十percent 我如果說二二五三月一號這兩天進場的人 你一百萬下去到今天起碼就算十幾萬了嘛 對不對 甚至到今天你今天再買都可以 因為他就是一個 極有可能今天就是一個 這個輕一個就算要漲波段的 啟動 啟動的今天就開始了嘛 那所以我說了 你這樣操作 所以你這樣操作的好處是什麼 一百萬之間就好 假設啦一百萬 你最少一檔都賺三十萬起跳 假設你每一次的操作 那一檔標的都是一檔就賺三十萬起跳 我告訴各位 你過去啊 就是你從去年啊 套了什麼標的到現在啊 所有的那些不愉快的經驗啊 全部都會一掃而空 所以我說你現在要做什麼 趕快賺錢 可是趕快賺錢要有方法 趕快賺錢要有方法 鎖定一檔 一週一檔 什麼叫一週一檔 當週的週轉折股 你抓一檔去操作 那如果當週沒有 我不會通知你 你就等待嘛 對不對 不用急 一切操作是有條理的 有邏輯的 再來呢 第二檔很巧合 今天這兩檔股票 同一天啟動 來 這檔標的呢 等一下我跟你介紹一下 這檔標就是四七五五的三幅化 那特用化學 等一下我們再來聊 三月三號禮拜十 今天 本週週轉折股 四七五的三幅化 這是安排給我們的核心會員操作 那已經漲停板了 一週一檔 週轉折股 一週一檔 週轉折股 極少成多 反正波段一旦確定最少三成起跳 波段一旦確定我最少我要三成起跳 最少三成起跳 我一檔 我一百萬我就要賺三十萬起跳了 對不對 也就是說我今天我買三幅化了 我今天我手上有三幅化的人 我最少我就賺三十percent起跳就對了 就這麼簡單概念 那既然如此的話 我幹嘛把資金分散 我就等 我就等 譬如假設我今天核心會員 我就等老師通知我 今天有核心會員要分配了 最新的週轉折股 要分配給我們了 我們就來佈了佈局 我就買這一檔 對不對 然後等做完了 三文化賺完了 我再等 獲利下車之後 我再等下一檔 那沒有通知 我們就不做 那有通知了 核心會員又有新標的週轉折股 又來分配了 我們再來進場 一次一檔 一週 就一檔 除非當週什麼都沒有 我們就不做 一週一檔 當週的週轉折股 核心會員的三幅化 今天漲停 好啦 很巧 跟我們的全新 同一天 同一天啟動 同一天啟動 來 2月15號這一天 他帶了3892張的運作量 他帶了3892張的運作量 運作上去之後會怎麼樣 我講了 不用急 運作 回落 然後呢 找買點 回落之後到3月1號這一天 又來了35張運作量 所以你看 運作 回落 找買點 今天啟動 一氣呵成 每一檔都如此 作手手法永遠都是這樣 沒有改變過 那關鍵就在於 你要判斷出 作手出手的那一天 運作量 是哪一天出現 3892張 就這樣上去了 本週週轉折 我們的核心的三幅化 來 這家公司 我們來了解一下 你看一下 他的一個趨勢圖 營收趨勢圖 去年大概第三 進入第三季之後 整個營收 藍色這條線 已經回到歷年的水準之上 回到歷年的水準之上 有一點改變 有沒有 大家都差不多 每一年都差不多 所以這家企業沒有什麼改變 可是從去年的下半年開始 有一點上來了 而且都維持在歷年之上 可是幅度不明顯 但是到了去年的第三季末 第四季的時候 開始大幅度拉升 開始大幅度拉升 這家企業不得了了 你可想而知 你看到這個數字的時候 你就知道不得了了 好 那請問今年呢 來到今年二零二二年 黃色的點在哪裡 一月份公佈了 在這裡啊 今年的一月跟往年的醫院 差這麼多 那你說今年會如何 對不對 今年會如何 三幅畫 台積電 新興半導體等等等等 很多半導體廠 都在做擴廠的動作 當大家都在做擴廠的時候 我們就預期了 你起碼到二零二五年之前 這種這種特用的一些半導體化學相關的企業絕對會持續受惠 那我們選擇的是這一檔 三幅畫 為什麼近期選擇他 為什麼近期我們選他 來 回到籌碼 有沒有 這句話就回到籌碼了 你知道他很好 那所以二月十五號出現三千八百九十二張運作量 請問你合不合理 所以為什麼人家來運作 當天運作量三千八百九十二張 為什麼會這樣子 合不合理 背後的原因是什麼 你就知道了嘛 所以回落早買一點 今天漲停板 所以你來報名之後 如果你是我們的家族成員 那你就等我們通知 等我們通知 當周的周轉折股 我們通知你的時候 你就出手買 就好了 像我們鑽石會員的全新 像我們核心的一個三幅畫 今天都啟動漲停 所以就是我講的一週一股 一週一轉折股 一週一股 一週一檔 周轉折股 一檔就夠 小小的負擔 你現在報名都是小小負擔 目前我都會給大家最小的負擔 因為指數這邊 其實很多投資朋友信心不足 我們都給大家最小負擔 賺一樣賺 賺一樣賺 但是負擔 我給你最低門檻 所以你不用擔心說 報名的入會的費用等等 那都不會是問題 現在重點是什麼 先來做集中資金 週轉折股 積少成多大大的收穫 我們有興趣的直接播電話 我們待會再回到節目現場 歡迎回到節目現場 所以操作 我建議各位現階段的做法 因為指數在這個地方 電子股 他不容易全面性的帶動指數上去 所以發現有些特別的族群持續走強 包含航運 鋼鐵 原物料 那所以變成說個別的產業 個別的族群或個別的個股在動 所以你不能夠說這個行情不好 因為真的有個別產業 個別族群 個別的個股 他真的就在動 那所以怎麼做呢 當然可以做 你可以把資金集中 我都建議各位 你就資金稍微集中 資金集中 我沒有說你一檔股票 你要壓個幾百萬 看你資金大小 通常我建議你資金稍微集中 一般投資朋友的話 可能一兩百萬以內的資金 去做一檔股票 一兩百萬的資金 去做一檔標的 集中起來去操作 然後你手上持股 基本上就等當週 當週的最新的 有週轉折的標的 運作量進去之後 進入週轉折 可以買的時候 我們會通知你 你就準時 即時進場布局 你就那一檔而已 你就是那一檔 你不會亂七八糟 一堆股票 你就那一檔 那一檔就是當週的週轉折股 然後一上去 一啟動上去 你發現要嘛就大長紅 要嘛就拉漲停 甚至一啟動上去之後 就從啟動日開始 正式展開一個新的波段格局 所以通常最少 我們規劃 就是要賺三成起跳 那假設你一百萬下去的話 那一檔 你最少就賺三十萬起跳 兩百萬 至少賺六十萬起跳 當你另外通知得到你 我通知你說 我們可以獲利賣出了 你就全部回收 全部回收之後呢 不要動哦 再等 等下一次的 譬如說你是核心會員好了 譬如說你是什麼什麼等級的會員 等我們再通知你當週的運作之後 準備週轉折的週轉的標的給你的時候 你再出手 很簡單對不對 有通知 有動作 有獲利出場 你在出場 你永遠手上持股一檔 永遠手上持股一檔 很簡單 那穩穩的去做 穩穩去累積財富 积少成多了 那你說那個少還是少 那個少到底是少還是不少還是多 因人的看法而易的 你可能認為三十percent 最少三十percent起跳的話 一百萬賺三十萬 你可能有人覺得很多 有人會覺得那不多 反正就是積少成多了 到底是少還是不少 你自己判斷 值不值得這樣做 你自己判斷 但是我們就是這樣子 帶給各位的績效 好不好 今天你看很巧 兩檔標的一起啟動 而且我都告訴各位 股票會啟動啊 事前的籌碼一定有狀況 一定有機可循 那人家籌碼會進來 為什麼 一定有問題 對不對 股票操作就是這樣子 全新今天漲停 全新今天漲停 那我就跟你說 之前在二月十六 就四千零三四張運作量進來了 那當時出現的時候 你或許會懷疑說 全新四千多張運作量 目的背後目的是什麼 這個標的很好嗎 然後你一看 你說好不好 一月份一公佈 直接跳到這裡來 去年一整年 從下半年開始 有點開始上來囉 從下半年開始 回到三四年來的一個高水準 今年一新春一開紅盤上去之後 新春一開一月份的營收上來 直接跳創新高 有沒有 這跳兩億 那你說今年是不是大有可為 所以這樣標的 回落找買點 有沒有 你最慢最慢 今天你再去買 你都是賺了 漲停板 有沒有 那有沒有可能從今天開始 進入一個全新的一個波段格局 那如果一旦波段格局正式確立 最少三層起跳 對不對 再來 三幅化 是不是 今天是漲停 之前呢 三千八百九十三 為什麼進來 回落找買點 今天上來了 對不對 三幅化 營收 直接跳上來了 直接跳上來 你說今年好不好 所以這種特用化學 這種相收會擴產的一個利多 這種標的 你都不應該放掉的 那下一檔的周短則最新標的在哪裡 等我通知 請你先來報名 最低的門檻 你不用擔心負擔的問題 最低小小的負擔 給你大大收穫 積少成多 好不好 報名 我們明天再見 拜拜 本公司與分析師 所推薦分析之個別有價證券 無不當之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 僅空參考 投資人 應獨立判斷審視評估 並自負投資風險